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族政线 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中美新人战 以及围绕中国展开的这一套组合拳 那么是什么用意 它想对我们国家做些什么 它的这个意图是什么 我们如何去防范 包括如何去反击 那么这个呢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和一个预判 最重要还是一个评论 那么这两天呢 实际上是没什么新闻的 为什么呢没什么新闻 就是说哪里突发情况了 或者说有爆点新闻 没有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北京冬奥期间 很多国家都签署了停战协议 包括休战养金蓄累 大家都看冬奥 那么这个冲突也少了 冲突少了呢 说实话我们关注的点也就不怎么多了 那么在这里我要讲讲的 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就着重的来谈谈谈 跟这个国际局势无关的我们内部的一些话题 当然这些话题呢受到了这个压制 像我说 那个混血儿的那个事情呢 你看就给我下架了 看到没有 毕竟我们在白左的阵地 白左的阵地 还有一个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说的这个光棍的事情 这个也是不给流量的 看到没有 这个流量很低 那么呼吁中日韩团结的网友呢 不要吵架的这个视频 就在前三个视频前面 流量也不高 1.5万都没到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要是煽动中韩网友干 你这边也在骂他 搞他 这个流量就给你了 有一个跑到3万 那么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爱国大V 这个德国知识 他不是有20万粉丝吗 你看他对这个 那个混血儿的这个事情 说了几句嘴 你看20万就给他 1.1万的播放量 1.2万的播放量 对吧 德国知识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视频的播放量 大概在四五万 五六万这个平均 对吧 他给他这么低 5%的都不给 5%都不到 超过一点吧 对吧 你就可以说清楚 那这就是属于 他们在意这个事情 他们很在意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 他就证明 它是一个武器 所以说 我们讲究中美新冷战 这个斗争的方式 不仅是 大家知道 美国以前对苏联 对吧 不仅是军事实力的比拼 还有和平演变战略 软实力 瑞实力 巧实力 和硬道理 它都上 对付中国呢 也是这样的 但是老兵在这里 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 据我得到的内部消息 中国的一些对应部门 相关部门 早就已经把这个白左 定义为这个 和平演变战略的一部分 已经是重点 关注这一块 现在实际什么情况 但凡比如说 有几个男的开酒店 对吧 你如果 一般性都是标间 标间你超过三个男的进去 比如你前台没有登记的 警方就各地警方都要求 这个要登记 对吧 如果你不登记的 那么前台的服务员 这个check in的 这些吧台 他都能探索地看得见 看得见 马上就给警察举报 一抓 只要是发现三个 四个男的在一起 这就属于巨重淫乱 都要给他抓起来 而且现在呢 把打击白左定为这个国策 因为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这个习近平办公室 就是他下面的喉舌军正平 不是讲过两次吗 一次是坚决警惕男女对立 反对男女对立 对吧 警惕那些网上男女对立 这个实际上 就是他没有说女权 但是呢 就是针对女权的 那么还说 这个叫做哪个事情呢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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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炮 打击娘炮 这个也是 这个去雄化 对吧 这个也是认为这个 基本的这个国策 所以说这一块 大家大可不必 这个担忧 这个国家是在打击 那么这一次呢 国家也是在关注 网上的这些 因为本身冬奥会 叫一些规划运动员过来的 实际上就是当雇佣兵的 实际上 没有那么高的曝光率 对不对 一般性老百姓不去关心 但是这一次呢 这个资本捐土从来 在操纵着操纵这件事情 那么这也是一个好事 据我了解 据我内线情报了解 这个相关部门 他们也在盯着这些人 哪些人在这个事情当中 跳得哪高的 哪些账号 现在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的事 他们很清楚 这就是台湾1450网军 在大规模带节奏 1450网军 大规模带节奏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到 尤其中国网上的这些事情 都是网军在冲塔带节奏 国家 那么这个事情呢 也不会去立法 为什么 因为你一旦立法了 大家就去讨论了 当然大家去讨论了 让有些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人 那可能他要去有些这个想法了 那么这个 是我要在讲今天这个正式之前的 必须要跟各位打个招呼 说一下 对吧 这个也是 因为我的节目是除了持续关注中美新冷战 为主要的一条长江 这是主线 主要长江 那么我们比如说 这个湖南的湘江 那么可能是这个 它的这个和平演变战略 江西的干江 或者是湖北的这个汉江 这些支流 这个就是军事对抗 这个经济对抗 我们所有的支流都去讲一讲 最终还是要汇到主流上面来 就是这个大背景 所以这个是我这档节目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网友 能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些频道 这些跟你不是没有关系的 没办法 你不要认为说 我注重现在的这个国际局势 对吧 那些好像讲内部这个东西 跟我没关系 其实跟你息息相关 我跟各位讲 它也是美国对华 总体战的一部分 这叫总体战 总体战就是说 一切的政治 军事 谍报 外交 金融 文化 包括这个 意识形态领域的 这叫总体战 这个呢 大家也要去 关注关注 我会跟大家来解释的 那么 这里呢 我们已经有基本国策 去抵抗 它这个 这个 这个总体战的一部分 那么 当然了 在军事政治部分 美国呢 它也没有停止 对我们的 展开这个 围堵 那么 现在呢 美国有一个最新的 一个表态 这个注意啊 这个表态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因为 如果说 刚才那一集 我说 中美新人在 再升级啊 我对这个 世界的判断是 美国要 怎么要拟推 这个制裁中共法 对吧 那么 这个如果说 是个人猜测的话 那么 我的猜测还是很准确的 啊 这个布林肯的 表态就来了啊 与中国对抗 并非不可避免啊 就是 标题是 布林肯重要表态 与中国对抗 并非不可避免啊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在 四方安全对华外长会 以前对中美关系 做重要表态 称与中国的对抗 并非不可避免 据美联社报道 在四方安全对话 外长会议举行前夕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啊 2月11日 在澳大利亚 墨尔本表示 在印太地区 与中国的对抗 并非不可避免 但美国必须与 没有站在一起 支持一个受到 中国侵略 威胁的基于 规则的体系 布林肯是与 澳大利亚 印度和日本等国 外长举行会议 前不久说这番话的 当被记者问及 在印太地区 与中国的对抗 不可避免时 布林肯回答 没有什么事 不可避免的 布林肯说 我认为我们都担心 中国近年来 在国内 在该地区 甚至可能在其他地区 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布林肯补充道 四方安全对话的 合作伙伴 应对未来可能带来的 积极愿景和 致力于捍卫 我们花了大量时间 和精力建立的 规则体系 而团结在一起 米林肯称 布林肯预计 将与俄罗斯 和中国之间 日益政党的伙伴 关系带来的威胁 特别是2月4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冬奥会 开幕当天举行会晤后 美国彭博社称 四方安全对话的构想 是在十多年前就提出的 目的是帮助民主国家 协调应对中国的崛起 2021年9月 美国总统拜登 在白宫主持 四方安全对话的 首次领导人峰会 那么 这个 这个是一个事情 那么现在他们在 这个澳大利亚召开这个会议 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目的 其实大家并不难理解 我也多次讲到了 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 这个印太版的北约 大家明白 建立一个印太版的北约 那么我始终说过 印太版的北约 你十年前就够强 为什么到现在还搞不起来呢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国家 跟中国的贸易 是庞大的不得了的 大家明白吧 就今天 他们打中国 实际上就是在打自己 你看到美国没有 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 打金融战 打这个总体战 打了中国 实际上在打他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 用元宇宙的概念 我们还是要用元宇宙的概念来讲 你就能理解了 对吧 国与国是193个 都是独立 有主权的国家 但是说我今天讲 中国的经济 跟全球 是高度融合在一起的 你的所有这种 衣食住行的东西 都要靠中国 不仅是这个 主要是低端的 中低端的 中高端的也要靠中国 就是你离开中国 你将寸步难行 这不是一句胡说八道 明白吧 那么 美国跟中国 是第三大贸易伙伴 对吧 那澳大利 它出口的所有产品 都是来中国 主要是来中国 它专一些矿产 一些农服产品 对不对 还有这个中国人的投资移民 这个留学 文化 文旅 这一块 对不对 美国也是 那你现在 你美国 我说了 你跟中国斗 到今天 你美国人有主意 但没有中国 没有中国人来帮忙 你那个科技就卸带 那个科技组都完蛋 研究不出来啥 经费也没有 那人家也很头痛 对不对 你搞中国贸易战 你自己搞的通过碰上 那么老高的 对不对 而且你这些国家 现在多多少少 我们说都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那日本呢 更是整天提心吊胆的 对吧 日本跟中国经济关系 也非常紧密 对吧 那天天也是提心吊胆的 因为一个钓鱼岛 因为这个台湾问题 它现在这个基本的国车 都要调整了 对不对 要调整了 跟中国来干了 但是说你拿什么来调整呢 是不是 到现在 你们的这个防疫 这一块都很糟糕的 说是说 哎呀 没问题 这个东西是个流行感冒 那流行感冒 你为什么要防呢 是不是 你又给它放开 放开那就完蛋 对吧 它根本没有这个压 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而且我说过印度 印度又是上河组织成员国 印度在这个里面 无非是 要让这三个国家来 来撬中国 这个像的话 跟中印谈判边境 边境谈判 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 捞取一点好处 当然还有俄罗斯在制衡它 对吧 美国也是在制裁印度啊 意思就是说 你印度全方面要使用 我美式装备 你不能用俄式装备 对不对 这个里面 它也是搞不起来 我个人认为 它是搞不起来的 即使要搞 也是这个台上台底 各怀鬼台 是这样一种策略 但是呢 我们来看 就是美国它现在呢 从原来的所谓的 竞争和合作这种说法呢 现在它不讲了 它现在就是讲了 就是跟中国对抗 是不可避免 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它说的也比较委婉 说并非不可避免 就那么 是可避免的 还是不可避免的呢 要看这个走势 但目前出现这样的 这种话术 证明了局势是进一步恶化 也就是说 它长期 这一年多以来 它对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对抗的这个策略 没有奏效 没有奏效 那么 还有就是这个呢 跟我说的没错吧 我说在它这个中期选举前 或者说 它去年极左政策的失败 大家知道LGBTQ 它会被这个时代 给淘汰掉的 明白吧 它只会逼着 这个社会越来越右翼化了 越来越右翼化 对它就是采取这个极端措施 它这个东西搞不长久的 搞不长久的 到最后 像对付我们是 我说了 这没有 中国已经是 成为一个安全的国策了 必须是要打击 坚决打击的 只要有什么小团体 大家都跟相关单位去举报 对吧 那么 我之前分析的 我说它的极左政策 失败了以后呢 它在对中国的这个方面 它不得不采取强硬的这个措施 如果它的极左政策成功了 那么 它对中国可能呢 它就是要缓和 因为失败了 所以说才要对中国 要强硬 毕竟美国现在被它这个极左 逼得逼出来很多极右 这群人数也不是闹着玩的 也不是闹着玩的 而且 对吧 这些人也是要安抚的 所以它跟中国 它必须要这样干 对着干 那么中国在气候议题上 也不怎么鸟它 对吧 该干嘛就干嘛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今天就要讲到 我说这个德国 为什么被他们视为叛徒 这个里面 大家可能呢 不太清楚 老编呢 就跟各位讲讲 德国呢 主要是因为 它的这个 也是它的这个 左派政府的 绿色能源的这个计划 大家知道 现在德国 它的这个女外长 这个女外长 就是绿色 应该是叫绿色联盟的 对吧 那绿色联盟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 自律于环保 自律于 反核 反核电 反核电呢 他认为 因为你核电里面 要用右这个东西 你用完以后 废弃了 它还是有放射性的 对吧 这个环境污染 是很严重的 对吧 你不可能说 那他们 你送到什么非洲去 就完事了 非洲有个国家 叫贝宁嘛 对吧 他们去搜这个 核材料的 那么他们这个 绿色的 这个环保组织呢 现在又认明了 一名女的 当这个气候大使 那么也就是 德国全面 全面放弃这个核电 和它的气候政策 有关系 全面放弃核电的话 那么 你就要用这个天然气 那么天然气 谁给你们 只有德国 对吧 而且现在从乌克兰 过境的这一条 天然气管道呢 还不够用 还不够用 不够用那怎么办呢 就搞了个北溪二号 而且呢 在经济上 各方面 对吧 它都要 而且跟中国的经济关系 又很紧密 所以德国 在乌克兰问题 跟台湾问题上 包括对中国的敌对方面 它 就是没有办法 那么硬气 因为它跟我们 高度契合 我跟你说 中国跟德国 经济上是同一个国家 政治和外交上 不一致 但是通过经济 可以去影响 它的这个政治政策 明白吧 那么 德国又是欧盟的老大 所以只要德国 不跟我们 彻底反水 这个还是 没啥问题 就是拜登要团结欧洲 在这个经济这一块领域 要跟中国来对抗 它也是很难的 要在经济上围堵中国 也是很困难的 美国自己跟中国的 贸易的逆差 也是死无前例的 达到三千五百多个亿美金 总生意额三千五百多亿美金 贸易逆差是越来越大 它也是离不开中国的 那么你说你经济上 你跟我脱不了沟 你跟我怎么对抗呢 对吧 你要搞软性的 血统融合渗透这一套 对吧 中国相关部门 也是定为国策 专门打击人 往私利干的 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这种人 白左的这些人 被关到刊子所里面 会很惨的 他他妈的 都没好果子吃 然后 这个 对吧 那你跟我怎么搞 他只有在 兜来兜去 北约 你说北约跟俄国 就在那边杠着呢 你怎么办 北约就是已经脑死亡了 法国又要搞自己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军工生意 对吧 那这个东西 他要搞欧洲军的概念 包括积极参与乌克兰事务 跟普京去谈 对吧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虽然说他也是白 白左 但是他这个白左呢 有他自己的那一套 可能马克龙要当戴高乐 拜登也是这样讲说 他要当戴高乐 那么 这个是被他这个右翼 尤其是法国这个叫做军情系统逼的 因为法国的这个军工复合体 跟军情系统呢 也是他这个右翼势力控制的 对吧 他们说你如果不再去 再去搞这个 他要发动这个政变 他把你赶下台 警察也是这样的 那么 也就是说 欧洲 有法国去牵制 美国领导的北约 有德国去牵制 这个欧盟 那么美国在那个部分 他团结不起来 搞来搞去 最后只能够搞这个美日印澳 只能搞这个美日印澳 那美日印澳在这个地方呢 我说的难听点 我说过有一个国家很重要 就是这个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他现在拉拢不了他 你懂吗 我们可以看到 从哪一点可以判断出来 他拉拢不了他 就是从印度尼西亚 最近买了42架 这个法国阵风战机 大概是80亿美元的这个生意吧 42架法国阵风战机 就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他不想买美式装备 不想跟美国这种搞关系 而让中国下去这个警惕 毕竟我们的海警船 就可以把他的海军都给灭掉 我们中国武警就可以把印度尼西亚海军给他灭掉 对吧 所以说他在这个问题上面 他是比较谨慎的 而且跟澳大利亚又有这个边界领土争端 包括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渗透 对吧 所以说印度尼西亚是没有参合这个事情 那么他们这个链条呢 这个计划只要我们控制着了这个南海 这就是中心可以截断他们 所以说日本跟澳大利亚 我们就是要采取这个不同的这个战术 去诸个击破 最终呢 美国这个遏制中国计划呢 会流产 那么重点就是台湾 它的这个关键一环 我们要武统台湾 把台湾拿下来 那么这个 他们这两个国家的所谓四方联盟 完全是扯淡 完全是扯淡 好吧 那么这是我的这个看法 但是呢 有一点中美新人战呢 没有缓和 反而是局势再次升级 更加恶化了 那就是你死我活的这个干法 美国还有一点余地 它并非不可对抗 那么会导向全面对抗 对不对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达 希望点赞讯计划过去 谢谢 谢谢